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选的舰艇很集中 而且把主要武器装备 辅助装备都来 你看现在就是我们的这个红泽湖船 它是一个救捞的舰艇 你看这身上一般不像主战武器装备 那样的整洁 它不要就整洁 它的主要功能很全面 第一我要找水下目标在那探测搜索 然后是进行各种救捞 你看小艇啊 通过这个吊机可以吊到水面 然后迅速到始发地区展开各种搜索 对于各种舰艇 它的这个后顾之忧 有彻底这个解决方案 你后边这个塔掉 你看一般都没有 多少人 你像那个装置的话 可以以为主要是这个 这是个潜航器 它可以在水下去搜索 比如说我潜艇真出毛病了 或者在战斗中这个有受伤了 它到底在什么地方 什么位置 什么姿态 这很重要 然后再用救生钟 包括其他方式去对接 这个绝对高科技 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战场水下酒楼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就到了这个综合补给舰 可可吸力补给舰 对 这叫海上奶妈 这一点错都没有 你看这个大吊杆 今后都可以进行所有的物资的补给 它一般有横向 就是两个舰艇左右的横向 纵向一个前一后 然后还有垂直直升机 往军舰上进行各种物资的吊放 三种补给方式 它每一个大的框架就是一个补给站 你看这上面那个油管 那个油管上还有一些那个接头 它可以 对这个 对不对 它可以把军舰所需要的各种燃油 然后通过这个横向纵向给这个战队舰加上 你看跟这个空中兽油像不像 那个大套锥 对 你看战队舰有个小小东西可以套锥套关组合 它是一样 但是它比较粗 舰艇运用又比较多 所以它这个补给量 又是补给速度更加的接近 那就刚才您讲到 比如它这个横向补给的时候 它两艘这个要给这个主力舰艇补给的话 如何保证距离刚好合适 而又不发生这个 这是练出来的 有规定 比如说吨位不一样 天气不一样 海浪不一样 你这个距离就不太一样 它不是定数 但是要确保这个两艰稳定行情 就速度不能飙车 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降速 降速之后呢 才可以通过各种传送工具 把那个打到上面去 它再接到那个东西 比如很多那个看着拿个枪 崩一打一勾子 勾到那边去接住 然后把这管子再拉过来 然后它对接以后就可以了 你看 这就是垂直补给最核心的直把直升机 它可以把需要的物资全搞过来 所以现在衡量一个舰队 海军强不强 除了是看你有多少主战机舰艇 航空母舰 还有这个军舰 还有一个比例 就是补给舰艇在整个舰队中的比例 因为你跑远了后 你肯定需要物资补给 需要这个海上的这个应急补给 这很重要 关键是它随对补给 就是你在哪 我在哪 你不用靠岗 靠岗以后 比如时间很长 你想干这干不成 这样海上战机容易错失 所以它对于整个编队的保障能力和作战水平 有重要的发展 这就很熟了 你看去晚间有这么多人 你好 你好 对 以前都是这么多人 就是人山人海 归这提前好多人预约了 这所就是 这是我们的第三代驱逐舰 六玩地 119 这个很火的一条船 所以你看它在这个主建筑上面 它那个天线是个板状天线 可以全方位对空中海上目标记忆预警探测拦截 你看这主炮很明确 这个主炮是130口径 你知道它相当于陆军火炮什么威力吗 这一门炮相当于一个陆军炮兵营 陆军炮兵营 对 所以它这个压制能力 打击能力很强 这海上射击包括各种各种的拦截很有效 它主炮后边那个大的平台上 一会我们上去看 是一个垂直发射的装置 而且是发射多种武器 像防空的 反潜的 反舰的 对陆的 几乎都可以共架发射 共架发射就一个架子才能打出去 你接下来就到了我们这个 这是石亚装舰 对 我在石亚装舰落12年 所以我看到这条舰 我就已经到了家了 这是半个家 对 而且这个是我们国家第一种防空驱逐舰 就是自动舰 也是第一代 因为当时我们自主创新这方面弱一点 所以你看后边这个雷达导引系统 都是尹额的利夫系统 它的导弹发射装置也很有俄罗斯 是我们一个转轮式 但是跟我们之后的像052D 包括05这种相识发射就不一样了 它转一下打一发 转一下打一发 发射速度比较慢 但是这是个大突破 它跟052D比呢 它用的主创是100炮 100毫米口炮 刚才是30毫米 130 这是100毫米 您刚才说的这个贵阳舰 它在人民海军序列当中 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群色 贵阳舰它是个中间的作战能力 你现在航母编队护航需要它 另外海上单独执行作战任务 也需要它 以前它还分什么防空驱逐舰 还是反潜驱逐舰 现在没有 现在是多功能全角色 就一条件把活全能干拢 所以它在整个编队里边 可以当指挥舰 可以当先锋舰 还可以在航母编队当蜀舰 这种能力啊 让一般的舰艇 说之前的舰艇都黯然失策 吨位有大 支持能力有强 以前我们有个叫驱护编队 有时候没有航母 就一个驱 一个护 两种也可以进行编队作战 所以有了这么全面的大型的驱逐舰 我们在很多方面做任何事情都能做得很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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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